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段卧修善所得的殊胜古报 介绍了一个大概 这些古报确确实实是非常的殊胜 那么今天看第九 诸无爱见 这是说的智慧 见是说的见解 见解无障碍 换一句话说 这个事出事件发了 都能够得到通达无爱 这个利益 我想 无论什么人 不论它是信仰什么样的宗教 没有不需求的 一切众生 共同的一个愿望 那么佛告诉我们 这种愿望 实际上 是我们的本能 换一句话说 一切众生 每一个人 本来有这个能力 清良在华言里面 给我们讲四种无碍 离无碍 似无碍 离似无碍 似似无碍 这是我们自信 本有的 本来具足的 那么现在 我们的见解 思想 处处都有障碍 障碍从哪里来的呢 障碍是 十卧业造成的 这个十卧里头 居足了 妄想分别之主 每一条都非常严重 所以信得不能先切 经上讲的 种种不思议的国报 都是属于我们自信本具的 德能 只要我们离开十卧 离开十卧 就是十卧 这个信得 才能够恢复 恢复到 什么样的程度 那这是功夫的问题 所以由此可知 一个聪明人 有智慧的人 有富得的人 一定要懂得 立一切我 修一切善 这个一切 就是此地 十条的纲铃 这个十条 展开来 无量 无边的罪业 那十善也是如此 每一条善展开来是 无量无边的善负 学佛 从真里学起 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 修到纯善 这个儒家讲 直与至善 这个是 事处是今 圣人 修行 阳性的 最高目标 儒家教人 各无至之 诚意证心 修身 弃家 佛教人 孝亲尊私 修 十善也道 试出世间的 大声大谢 我们合起来看 确实 古人所谓的 英雄所见 大乐 相同 这是 这是值得我们 相信的 真正要是相信之后 那就要认真 努力 去学习 把我们 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过去所犯的 不好的 不善的 行为 习气 彻底 改正过来 改正 就是修行 修是修正 把错误 把错误修正 这叫修行 凡夫 很不容易 发现自己的过失 但是 看别人的过失 却很容易 所以 古人呢 就教我们 看别人的过失 立刻能回过头来 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犯 他们同样的过失 这叫回头 回头就把自己的过失 坚持出来了 这在佛法里面叫 开悟 什么叫开悟 知道自己的过失 这个人开悟 觉悟了 凡夫不晓得自己过失 所以 永远没有办法 把过失改正过来 这是一般 可以说 多数人 修行功夫不得力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常常观察别人 立刻回头想自己 不要把观察别人的 放在自己心上 那就大错特错了 那自己真是罪上加罪 看别人 看别人 立刻回光 反照 这是智慧 那么再有一种方法 读圣仙书 静待 英光大使 为什么 苦口婆心 劝人 就读太上感应篇 就读 廖凡思逊 读 安四全书 果然能够天天念这些书 自己的毛病 很容易检查出来 拿着这些经文 跟自己心形 细细的对照一番 我们哪些念头是善 哪些行为是我的 自己清清楚楚 善行善行 要保持 我念我行 一定要改过 大乘经教念多了 我们的见解 思想 跟佛接近了 佛菩萨的思想 见解 是正知正见 我们自己的想法 看法 绝定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么说法呢 我们从事实里面 去细细观察 祝佛菩萨 深深世事修行 他的经历太丰富了 他们的心清净 能知道过去是 也能看到未来是 这个话不是假的 我们心思迷惑 过去深重的事情 忘掉了 忘得干干净净 偶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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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仔细去思维观察 能得到一点 过去身中所造的 一 讯息 能够得到一点讯息 什么时候 我们自己修到 清净心了 自己过去 生生世世的状况 就又想起来了 能够回忆 回忆到了 像我们这个世间 一般人 心比较清净 他能够回忆到 他的童年 心再要清净 能够回忆到过去一生 过去二生 过去三生 那么这种事情 现在人称为特异功能 一般人叫神通 神通是从禅定里面带来的 佛的 佛的定功身 佛的禅定 圆满 所以 无量借钱的事情 他都能够 回忆到 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 他的这个经验 那比我们丰富太多了 我们这短短几十年所学的东西 实实在在不可靠 这是我们一定要理解的 绝对不是自卑 这是四十真相 我们从小所学的 学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现实社会 随波逐流 那么今天这个社会 又是什么状况 佛在《楠言经》上所讲的 邪死说法 如横或杀了 我们所接触的 都是邪之邪见 非常不信 自以为是 所谓的是 极非尘世 大家都错了 我们跟他也错了 好像都是对的了 是非善悟的标准在哪里 在圣贤人的心形 真正觉悟的人 你看看 你看看他们的思想 言论行为 那才是标准 我们学佛 释迦摩尼佛的心形 是绝对的标准 在世间法里面 过去中国人 从奉 空老夫子的心形 未标准 空老夫子的心形 在论语里头 宋朝 宋朝 诸席 诸夫子 编定 一套 四书 将大学 中永 论于孟子 这四种东西 合在一起 成为四书 四书是中国人 人生价值观的标准 这个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 可是现代人不念了 把自己 几千年来的 民族价值观 捨掉了 随瞬 现前这个时代 邪知邪见 所以世间 这才有动乱 这才有 天然在人后 这个灾难 实在说 是才开始 不识解锁 往后 还有更大的灾难 也许我们都能遇得到 如何能够消除灾难 事出事件 神行 都是这样告诉我们 从人心 转变 人心能够 诀 转邪为正 不再随瞬 自己的烦恼 习气 不再随瞬 现在一般社会 世俗价值观 我们反过头来 随瞬 圣贤的教诲 这个灾难 就能够化解 你就能够住 正知正解 与一切 四里 通道 无碍 底下讲 不多 住难 这句话 是个双关语 意思 非常深广 众生都造物业 招来的 天灾人祸 觉悟的人 在这个地方 要不要受难 那肯定是要受 供业所感 但是决定不多 为什么他不多呢 他是清醒的 他是亲近的 他是善良的 在大难之下了 他是往上伸的 不是往下堕落的 学佛的人 如果有 如同弥陀经上所讲的 具足善根福德应援 在大臣 在大臣教里面遇到 净土法门 他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大难来了 他有好去处 他去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这不夺主难 另外的意思呢 在大灾难当中 他也可以 不受 这是第二个意思 我们知道 许许多多 重大的灾难 还有一些人 能够幸免 这些幸免的人 不外乎 凉了一点 因素 第一种 是过去身中 善根福德 身后 这一身 虽然造的小窝 他有余福 他的余福 很大 很厚 可以 免除这个灾难 另外一种 这一身当中 遇到善知识 亲近善知识 借受善知识的教诲 懂得 断我修善 所以 他也能够 避免 这些事情 感应篇 因志文 跟这个 廖凡思训 里面 都讲的很多 理论 与事实真相 都有 我们要多读 仔细去观察 善果 决定是从善因 带来的 造作卧衣 希求 果报 佛常讲 无由是处 没有这个道理的 造作善因 而得物的果报 同样也没有这个道理 可是世间一般人 往往看到 这个人一身行善 最后得着手 卧宝 看到许多人坐卧 现在有种种享受 好像呢 古圣先贤 所说的 因果报应 不准确 于是怀疑 不能接受 这时他看得太浅了 佛家常讲 因果同三世 现前坐卧 还能够得佛报 是他过去身中 修集的 后 这一身 虽然是坐卧 坐卧 他的这个佛报 已经遮损了 遮损之后 他还有余福 并没有耗尽 他还有余福 所以他现在向佛 不是造卧 得佛报 那你就搞错了 这一身 即身 受的是苦报 说明 过去身中 造的卧业多 今生修身 已经弥补 已经弥补 他的卧业了 但是他卧业太大了 还有余卧 没有能断 所以他才受 卧报 但是他行善 并不中断 他有信心 来身有大佛报 所以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余之经是果 你要想的 晓得 这个经是的果报 这是前世 做这事 我们前身 所造作的 业因 今生的果报 余之来世的果报 你这一生当中 做的就是的 佛家书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转变不空 相续不空 循环不空 善悟 决定有果报 我们了解这个道理 了解事实真相 绝不足 不管遭遇到 什么样的艰难困苦 我们一个恶念都不生 来身有大佛报 这一生的时间短 来身的时间长 聪明人要有 远大的眼光 修来身佛报 这个绝对不是消极 来身大佛报成就 这一生万年佛报也会陷进 佛家讲花报 你修集的太多了 修集的太厚了 太大了 不等来身受福 这一生就先进 这一生称花报 来身是果报 花报 花报殊胜 那果报就可降而至 所以福决定是从 善心善行 修集来的 我们要深信不疑 认真努力去做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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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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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